明星辰计划 各位,大家好 这个时段呢 我们继续讲 这个 数码化的声影像 ok 这部分 上一次我们讲了 在这个 video dvd 里头 的內容是怎樣設定的 那大家我想都 個個都用過DVD的啦 拿個碟出來擺放 DVD機 電視機旁邊那個 或者Computer的DVD Drive 那你自然就Play 或者AutoPlay 這樣就看出戲就是啦 是不是 講那麼多東西做什麼呢 那其實當我們要學 這些數碼化的東西的時候 要知道我們的VideoDVD 或者反過來講DVD Video 是影音工業那邊的標準 首先是他們的標準 那然後呢 才將它convert 轉換格式 希望變成電腦工業的標準 那我們回憶一下 上一次 我們講過 在這個 VideoDVD裡頭 如果你等了VideoDVD 進去Computer那裡 然後你指著它 然後你會看到 有兩個Folder OK 那兩個Folder分別是什麼呢 譬如這樣 分別是 譬如這樣 有兩個DVD OK 那裡頭有兩個Folder 一個呢 就叫做 Video Depth TS 一個Folder呢 就叫做 Audio 我講過 我講過 VideoTS呢 TS Stand for Title Set 而這個AudioTS呢 亦都是Audio Title Set 但是呢 我想九成幾的VideoDVD 這個都是empty的 裏頭沒有東西的 所有東西在這裡 而裏頭的Folder呢 有三種 記不記得嗎 我盡量重複一點點 因為要乘上接一下 OK 那裏頭有三種Folder 一種是Information File 第二種是Backup File 第三種是器肉 就是OBJ File OBJ File OBJ File 就是Object File Object OBJ E-E-C-T Object Object File 實際上是器肉 而這個Folder 不是按照 裏頭有多少集氣 或者內容做段落的 它是按照那個數碼 而進制那個單位 去到一定程度 其實就去到一擊左右 那它就 截了它 作為一個Folder 然後就跟著第二個Folder 就是這樣安排的 OK 所以變成了 跟電腦的格式不同 有些不同 於是在應用上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有這樣的必要 即是說 我現在不用DVD機了 我有一個 Notebook computer 我新買的電視機 可以接受 於是 於是 就在 這個DVD 就想把它變成 一個電腦的Folder 而這個電腦的Folder 有各種的標準 我們曾經 都說過 File Format 一個File 一個檔案 OK 它後面的Extension Name 還記得嗎 那是代表這個File的性質 什麼叫做代表這個File的性質呢 也就是說 這個這樣性質的File 是可以 用什麼application的program 應用程式打開它 是歌就唱 是戲就看 是吧 那就是說 有一定的材料 就有一定的工具 才可以 是吧 所謂Player 什麼是Player 就是Player 轉換成什麼呢 例如 Videodvd 最普遍的 最受大眾歡迎的 甚至Youtube 或者其他都接受的 那個format 而且是沒有 或者是哪間公司的版權 又不同 比如Apple 蘋果Pay 它自己出的 是Mov Mov 這個是蘋果的版權 工業上 一避開它 就找一些 全世界的影音工業 和電腦工業協會所定的 沒有一個專屬版權的format 那麼 MP4 就是其中之一 MP4 其實是MP2 MP3 發展出來的 這個呢 就變成一個什麼呢 變成一個 MP 什麼 什麼 翻譯名也可以 然後就是 .MP4 這個過程呢 我們就叫它做 conversion 而這個conversion呢 是必須要有3rd party的program做的 那坊間有很多些 for free的 或者是給少許費用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很多的用家呢 就 少許費用都不想給 有些呢 就不熟悉 credit card運作 那些 哎呀 我給了一個credit card 就給他 以後又不斷扣我錢 或者被人hack了 那 雖然呢 想找些free的 那你找些free的 不用 那些呢 你不要給一個前度 有些叫free download 搞清楚 download 相當於什麼 嚴格來說 它相當於送貨而已 哈哈 就是免費送貨 啊 不是免費送了 那邊的東西 不用錢給你 OK 所以 你download program的時候呢 要注意這些字眼 對不對 它不是在那裡抓字心 它是free download而已 OK 那好了 那有些free的program 又怎樣呢 它就有些有限制 怎樣呢 就給我 你試五分鐘 它就停了 大哥 我出去一個多小時 五分鐘就沒有了 就給你試一下 啊 我這個software多好呢 這樣 就哄你買了 有些呢 怎樣呢 就在你 變成這個MP4 file 或者其他一個 file之後呢 就在上面呢 就加一個大的logo 在那裡 阻礙著你看電影 複心一點 就放在角頭 呵 刻意 在這裡干擾的呢 就打正在正中間 那你就覺得不爽了 除非你不介意 啊 所以就逼著你買 那所以變成了呢 你有時候呢 就找那些software 很有趣的 就是software工業呢 有一個這樣的生態 是什麼呢 例如現在 我和你兩個 OK 啊 學完這個programming 我又和你呢 develop了個program 出來 啊 這個program好用 我和你覺得好用 呵 你要大眾接受 又肯付錢我 那還有很長的過程 於是我和你 怎樣呢 我們就 develop出來 浪費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時間 從某種角度來講 都不值錢的 於是for free 那越來越多人用 多好 那我和你呢 就開始想 掠稅了 收銀了 於是設了很多限制 你繼續用嗎 你覺得好用嗎 給錢吧 麻煩 福心就是donate 如果不是的時候 就要你給錢 啊 那個license 就是一次過 或者是每年計 或者每月計 諸如此類各有不同的方式 好了 那你用的時候 有時候又怎樣呢 我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 software工業的生態 就是說 很多時候 初初發展起來 那些 編這些program 甚至一些小公司也好 甚至個人也好 他們是希望 那個free for public 這個階段 是用來殺出血路的 於是我們作為juicer 他們說呢 亦都聰明 你聰明 我又聰明 也不會聰明 於是你聰明 你聰明我又聰明 是怎樣呢 我們捉著這個時機 就用他的program 因為他未曾收錢 他未曾達到他可以收錢 賺錢的階段 所以他就for free了 好了 那你說 哎呀 他現在發財 他不納品 發財 他又收錢 那找別人 是吧 陸續有來者 這個上了案 原來還有一些 留夜趕科場的 是吧 所以變成 你說真的 我不想付錢 或者我不想在網上付錢 那你可以找到這個program OK 那我稍後呢 我會介紹一個program 這個program 以前是for free的 就正正好像我剛才說的過程 以前是完全free的 OK 你會看到我的影片後面 我還在用它 但是他現在 你再重新download那個 有一個大的logo 現在限時了 因為他發展得不錯 覺得現在可以收成了 是吧 那如果我保持之前的那個 我永遠都不update 他 那我可以用很久的 你千萬不要update 一update 他就是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就不讓你用 要你用就付錢 麻煩你 OK 這個就是 Sofe工業的生態 你知道這點也不錯 是吧 那麼我準備介紹的那個呢 就叫做free make free 不用錢的 本來是make 就是這八個字 你可以上網下載它 你就去 這個google search那裡 打開一個keyword free make 你可以下載它 你可以試一下用 是吧 究竟怎樣用法呢 我稍後再介紹 很多聰明人知道這個program 就懂些了 如果有其他的老友 知道更好的program 或者怎樣的時候 也可以互相交流 我只不過告訴你 隨便找個例子 然後呢 我就去解釋 怎樣使得 這個 video DVD 變成一個MP4法 你可以在電腦上看 甚至在手機上看 你說手機這麼大的容量 但手機就牙到很多地方 你可能不要看我 怎樣用一個external hard drive 作為手機儲存 storage 那一集 如果你沒有看 就快點拿回來看 你變成MP4的file 多大 整齊劇集 你不用裝在手機裡頭的 你把那條線看的時候 把那條線搏在手機上 就等在旁邊看 如果你在手機上看 是吧 你可以滿足 手機這麼小的明目看 你不是這樣做嗎 要是那一齊劇集 就在一個external hard drive 那條線拉著你的手機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又可以裝在那個 external hard drive 搏在電視機上 你又不需要一個DVD的盤 你也可以看到這些 所以變成一個Digital的file 數碼化的file 是很實用的 很好用的 好嗎 Thank you 下次我們就在電腦上面見 學一下怎樣用freemake 色影像 很多東西說的 好嗎 Thank you 好嗎 阿さん 可以 我們不知道 雙方 剛才